要認為說有文不好 我去把它給填平 其實法令文越清晰越好 女生的話就要看人中 因為人中文它是 銜接50歲之後的老孕 超好 乾媽 它是這樣子的一種紋路的話 這個就叫做好的一個智慧文 如果35歲就提早有抬頭文的話 代表必須肩負很多家裡的壓力 它這裡是整齊的 可是它到旁邊這裡就開始分唱 對 因為老公的時候對不對 沒有文章 每一個生肖 都有專屬於自己的暗貴人 我們就把我們手機的螢幕 保護程式 改成自己的生肖暗貴人 我屬雞 我暗貴人是龍 這樣手機一暗的時候 這個光線就在引動這隻龍 能達到一個開運的笑話 這是我們要不要 歡迎來我家 趕快介紹來賓呂文環 歡迎 另外一個出賓是朱海君 歡迎 今天我們主廚來囉 我們的健康主廚 姿宇 姿佳 我們的秘密老師 今天也是新人來的 第一次來的我們的秘密達人 李希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助手 阿布 今天呢 老師請來一定是講一些有關於命理的問題 對嘛 對 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請專業的來嘛 對 不專業的在這邊 怎麼說 我跟你講 然後我們節目都是專業的 對 另外一個今天沒來的 一百百的那個啊 那是風水的專業 我們今天啊 我告訴你 那很清楚知道是誰 今天的玄機可來囉 我們臉上的紋路呢 暗藏了很多的玄機 今天我們就來好好的來 剖析一下 來 阿布 來 這些紋路都暗藏玄機 有的嗎 玄機一 晚年氣涼還是想清楚 看這裡就知道 是 一條就這麼鹹喔 對啊 晚年氣涼 天啊 開始有點沒力了 怎麼會這樣子 晚年氣涼都老了 對 老師 其實我們人的紋路啊 都代表了我們歲月的痕跡跟刻意 我們常在講 其實正常來講一個人啊 他某個部位會產生紋路 一定跟他的人生軌跡經驗有關係 是 舉例而言 比方說像 為什麼說男生法令紋 因為法令紋代表好的運勢 因為法令紋 它又代表了一個叫做號令紋 那自古以來 男生就是要負責家裡面 經濟的責任的重擔嘛 沒錯 那所以有了號令紋的話 對於我的抗壓性 我對家庭的責任感 包括我在事業上 我管理的能力 那自然而然就會有很大的一個提升 所以男人一旦過了三十五歲 有這個很漂亮的法令紋的話 不要去送他 絕對不要認為說 我紋不好 我就把它給填平 其實這樣子反而對於男人 在後面 這個肩膀的單帶上面 會大打折扣 是要越生越好 很重要耶 對 真的耶 有人說 越生越好耶 這是真的對不對 是 其實法令紋 越清晰越好 但關鍵在於法令紋 出現的這個時間點 不能夠太年輕 剛剛有講到一個關鍵 男生最好是三十五 或者四十歲之後 再有法令紋 因為這個人 如果太早有法令紋 這太古怪 這個人相處起來 個性硬梆梆 人際關係比較不好 我們女生咧 女生的話就要看人中 有這個人中文 人中是這個 那這個人中文在哪裡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看我們人中 人中就是在鼻子到嘴唇中間 這一塊 對 那如果說我這個人中的線條 越明顯的話 這就代表人中文越清晰 為什麼講人中文很重要 因為人中文它是 是銜接五十歲之後的老運 講那個老運有四點 特別針對女性朋友而言 是 對 這個真的是最重要的 這個真的是最重要 所以從人中就可以 我看出一個端明 一個女性朋友 她在進入五十歲之後 她剛剛講的這四點 她能不能夠享受到 文文姐的人中 就長得很漂亮 真的嗎 我想要拿一個 真的耶 有人怕會畫這邊耶 讓她更立體一點點 真的有嗎 有... 我覺得美秀姐比較明顯 對 美秀姐也很漂亮 她最明顯 高位 你是高位... 左水溪的感覺 你OK啊 你有啊 人中一個標準 把自己的小拇指舉起來 第一個指節 如果長度能夠達到第一個指節 這麼長的話 標準的老運好 像美秀姐我覺得就 超好 麻辣椅海溝 麻辣椅海溝 真的 超好 我真的覺得 我現在五十五十一了嘛 然後我發現 尤其我覺得這個年紀 年紀越大 子女運也很重要 是 沒錯 我就看我那個女兒 剛剛那個美秀姐這樣講 我跟你說 苦盡甘來了 我真心覺得 她真的太多點點滴滴 最近有一件事情 大家都在打疫苗 那老實說 有枕邊人可以照顧 當然是很好 我們都很羨慕 可是我是一個人 就沒人照顧那種的 但是那一天呢 其實我打完疫苗 到了大概十一二點 反正我就覺得 全身燙燙燙 結果一量已經開始發高燒了 然後我就一講說 我怎麼開始發高燒 再也沒有離開 然後後來我就昏蟲 我就睡著了 可是為什麼我知道 她一整晚陪著我 她第二天就跟我講說 媽媽妳要注意一下 妳那個溫度高高低 因為妳就一直覺得 有人在那邊滴滴滴這樣子 然後呢 老實講也是那一陣子 不是很多人打了疫苗 出狀況 甚至就有GG有沒有 有些人就走了 可能她很擔心 可是她就跟我講說 媽媽 妳今天再休息一天 妳不要工作 因為妳一整晚都皺眉頭 我嚇一跳 一整晚皺眉頭 我說妳怎麼皺我一整晚皺眉頭 代表她沒有睡覺啊 她就一直掛心 然後瞎一瞎瞎一瞎就看到 看妳的整晚怎麼樣 我就覺得 天啊 很值得 妳女兒電話給我 因為我可能要去打疫苗 我希望有人照顧 沒有 她只照顧 妳先把法令文長出來再說 她只照顧長者 長者 然後平背或什麼不可能 鼠背也不行 不可能 那剛剛有講到老孕 其中有一個是老伴對不對 很多人把老伴 會直接定義在說 這是要另外一半 是異性 可是 關鍵在於妳的子女 妳在進入老年之後 妳子女能不能夠陪在旁邊 對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最重要 那妳現在就好好想 以後的親父 妳都不用去擔心她 小孩子最怕的就是擔心 功課什麼 她現在長大 她會自己管理自己的 所以妳就不用擔心 最應該擔心的是 為什麼 她年紀還小 對 但是妳聲對了 因為生女兒真的好貼心喔 真的 我一個八歲的女兒 一直擔心我 剛剛講到疫苗 她應該比妳聰明吧 對 都沒有太聰明了 大家就叫我去打疫苗 然後我就還沒有排到這樣子 然後我在登記的時候 因為她可能一直聽新聞 還是什麼 那小孩子可能不是這麼清楚 她只知道副作用會是什麼 她就說 可能會躺在家裡 然後很累 然後不舒服發燒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她懂得看新聞 然後我在登記的時候 她把我的手機搶走 她就說 媽咪 妳不要登記這個東西 然後她就這樣哭下來 好貼心喔 天啊 然後她就說 我不想要讓媽咪生病不舒服 所以妳不要去登記那個 我說 她就說 我不打那一個才會危險 對啊 真的好感動喔 其實小孩子懵懂的時候 就是最可愛的時候 最可愛 可是她真的很真 為什麼她要保護家人 女兒嘛 女兒可能是跟媽媽一樣 是女性 所以比較貼近 沒錯 但是我小時候啊 我媽媽的確有帶我去算命 然後那個算命老師 看過兩個 然後算命老師 講差不多雷同的話就是說 妳這個女兒 我自己說 她就是這樣傻一世人 這樣傻傻 然後我媽就說 她是智商有問題嗎 還是怎麼樣 不是 她就是個性 個性太... 對 比較好講是隨和 但是也不到隨便 但是就是堅持講這句 不到隨便 隨和就對了 對 就是隨和 然後人家說什麼 她都很容易去相信人家 然後很容易被騙 所以妳這個女兒 妳要注意喔 她很容易被騙 很容易上當 妳不怕 為什麼 因為傻人有說 對 對不對 林憲哥 那個老師有講 她說一世人 不過她一世人 都還滿有福氣的一個女孩子 是 只要不害人都嘛是好的 對 害人就非常非常的不好 沒錯沒錯 而且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剛出道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新人其實是完全沒有選歌 挑歌的權利的 那公司就 也買進了很多歌 那她也剛簽了妳 也不知道該要把妳定位 在哪一個風格裡 然後她就會把一些前輩 就是選剩下的一些好歌 然後就是 可能他們前輩不適合的 然後就直接拿給我唱 是 結果我也不挑 我就說好啊 OK啊 沒有關係 我也不懂 結果一唱那一首歌 竟然變成我現在出去 大家必點的一首歌 妳看 是不是傻人有傻人 沒錯 其實有時候 像我們以前也是啊 我們哪有權力去接戲說 我們要演什麼什麼的 不可能 但是只要有戲來 我們就接 演了就自己很開心 對 從開心當中妳就發現 哇原來這麼多人喜歡妳 這麼多的成就 我一直觀念有個薄利多銷 對 我跟你說我剛出 美秀姐我剛出道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前輩可能有 時間也趕不上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可能 那一個活動呢 那個價格可能是他們覺得 不可以接受的價格 然後公司就來問我說 我可以嗎這樣子的錢 我就說 可以啊 有什麼不可以 我要上去唱歌給大家聽啊 我就是報紙 我就覺得 我只要開心 對 我只要唱歌給你們聽 你們喜歡我就開心 是 然後也就是真的像美秀姐講的 我可能就是薄利多銷 第一個 第二個呢再來就是 那個廠商記住妳了 他覺得妳不會去跟我計較 所以覺得妳也表現得不錯 從我剛出道到現在十幾年 那個廠商我一直合作到現在 你看 多好 因為他慢慢跟你相處 好到現在已經 反正在這個圈子 也那麼久的時間了 他自己說 妳不能再接以前的價格 我要幫妳漲價 好啊 這表示人員已經出去了 所以妳就不用擔心了 妳也交到一個好朋友 對 所以好的我們就把它放在心裡面 繼續堅持下去 對 然後這是好命的喔 我們來看看 拍名 拍名的紋路到底是什麼 來 那以針對這個拍名的皺紋 第一個就是下巴 如果有橫紋的話 那這個下巴 怎麼看 什麼意思 這邊 是這裡 對 下巴有橫紋 他要主管六十歲的老年孕 所以如果說在下巴 這裡有一條橫紋 橫過來的話 在六十歲的時候 你的孕勢會受阻 第一個 健康出問題 對 再來第二個 可能在家裡面 可能有一些意外 或是家裡面可能出一些事故 那第三個 可能就是說 在你的錢財控管上面 你出現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漏洞 這個就是要多多去遺憾 這個好可怕喔 到六十歲 所以老師我們這邊的孕 都是從下面這樣 五十以後就是這樣子喔 是 其實從人中算下來 面相叫做下婷 是從五十一歲 一直到一百歲 都是看下婷這一塊 都是看這邊 是 這個是我們這邊的 我們的下巴的橫紋 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頸紋 對 那我必須說 頸紋的話通常因為老化的關係 人到了一個年 都會有自然現象啊 那一個判斷的標準 如果在五十歲之前 就有頸紋的話 因為你這裡 你下面主管是五十歲的運勢 所以你五十歲之後有頸紋 這個叫正常 可是如果你五十歲之前 你不管是因為運勢的關係 身體或者是保養不良 你把這裡就弄皺 或是很多皺紋的話 它提前會預告你 你走老運的時候 你會走得很辛苦 所以我就跟妳說不要減肥啊 沒有 我最近都穿高麗 我看看妳... 有喔 真的喔 有耶 對 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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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是 牠的很好 對啊 我這樣柔滅滅 我不是跟你說 好 好得漂亮得 妳看 妳看 作者都感覺妳的平 這樣很漂亮 對 像我老生 我這樣平衡 要多坎坷 你知道嗎 還有鼻孔外露 又露財 鼻孔外露 好像好不容易 我要走下面 我走下面妳看 真的 這樣子保養還是有得救的 還是有 對 還有 但是我好想知道 那老師請問一下 那抬頭紋對我們的運勢 對喔 是不是 對啊 很容易就是抬頭紋這個問題 其實紋的話 它有分好跟不好 那以這邊抬頭紋的話 只有一種情況是好的 就是它就像三條線 橫橫的線 它不要有錯綜複雜 它是這樣子的一種紋路的話 它非常的平整 它沒有稱之不齊 它不會有段的話 這個就叫做好的一個智慧文 但是 剛剛一再的提醒 所有的紋路 它一定要有一個年齡段 那如果說以海君姐而言 因為畢竟女生 以35歲為一個分界點 如果35歲 就提早有抬頭紋的話 代表海君姐在年輕的時候 就必須肩負很多家裡的壓力 對 要唱歌啊 對啊 我有 一個 它在這邊以海君姐 它分兩段 第一個就是說 以中間額頭這一塊 它這裡是整齊的 可是它到旁邊這裡 就開始分岔了 對 遇到老公的時候對不對 對 嚇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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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轉怪怪 不好意思 對 OK 對 那其實分岔 我們就是以分岔來斷 那所以就是說 以海君姐而言 因為畢竟這裡 它代表早年 你早年的工作浴室也餘 那就是會走得比較 稍微坎坷一點 那波折會比較多 但是不管怎麼樣 因為它畢竟主管35歲以前 35歲以後 它就不論了 它就看其他的地方 那以海君姐的話 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於你的 你的夏亭這一塊 其實你長得很漂亮 對 其實以面相 我們剛剛都在講 剛剛討論額頭 是 那其實以皺紋 我們最怕出現在 額頭的下方 兩個眉毛中間 這個地方叫做印糖 有... 對...有人會這樣子 有沒有 我好像皺眉頭 然後就出來了有沒有 是 有些人皺眉頭又酸出了 以印糖而言的話 有三種型的紋 是相對會比較糟糕一點的 第一個 我們叫做 玄針紋 玄針紋簡單的說 玄針 對 它在兩個眉毛中間 它的紋路它是呈現這樣子 它不像旁邊 它在中間 對 在中間 我看過這種的 有 那這個玄針紋 它是在所有面相裡面 最凶的一個紋 因為印糖它代表的是 我們人的命功 你要想一根針 直接戳向命功的話 它直接代表的就是說 我這一生至少會破敗一次 是 這個叫非常非常主義 好 那在第二個紋路是什麼呢 第二個紋路叫做八字紋 你說一個人 八字紋是什麼情況呢 它就有點像這樣 有啊 就像一個溝 有沒有 比較常看到 是 那不管是出現玄針紋或八字紋 代表這個人平常動不動 就做眉毛 做眉頭 人生也沒有什麼好煩惱的啊 你做眉頭 那所以做這個眉頭 正常而言就是因為壓力的關係 或者是說我運勢不好 或者一天到晚 這脾氣很暴躁 跟別人吵架 所以只要是在兩眉中間 印糖有紋路 通常個性上 會都比較固執 比較剛強不好溝通 那在第三個紋路是什麼呢 就是這兩個紋路的合體 叫做穿字紋 原來是這個一個穿字 剛好是三條這樣一個穿字 合在一起 這個是最重要的吧 對 那以這個穿字紋的話 剛剛有講到 就是說在人際關係上面 因為大家只要跟人合夥 容易就是不但請穿不成 連朋友都沒得做 這個要特別特別留意 沒錯 是你師傅 你這樣看不著看明好嗎 你知道這集我們要講面相 你應該也把拿出髮夾 把他夾著吧 對不對 你可以給我們看一下嗎 我其實 驚呆了 感覺好像有那個 所以我們剛剛講話的時候 你一直在挖捏蛋的意思 對 其實老師講的超準的 可是你這個很好耶 老師講的那個抬頭文好準 他說三十五歲以前 會很辛苦對不對 是 事實上我真的這樣回想起來 我真的是三十五歲以前 我的工作運一直都沒有很好 薪水都一直很低 我到三十三四歲 我都還領兩萬多塊的薪水 可是到那個時候 三十五歲過後 我就覺得我的工作運 好順利喔 那個大家都問好準喔 嚇死我了 是 所以啊 嚇死我了 他講得好正常喔 我嚇死我了 很天生 但是最主要是健康 其實就會好啦 老師說我這種一條生的呢 你不用說了吧 尖啊 好深的 真的就一條耶 很深耶 它很深耶 對 就是這一條生的 我把它解釋一下 因為它這一條紋路 真的太長了 正常來講說 以原本的這個 你沒拿筆喔 不要嚇我 他現在更會怕喔 正常來說 我們抬頭文好的抬頭文 盡量我們維持在這個距離 就可以了 就是眉毛的前面三分之一 那因為你的這個抬頭文 已經相當於橫跨整個額頭了 各位有聽過斷掌嗎 就像這樣子 對 它就像是一個斷掌 斷掌是這樣看嗎 斷掌就是說 我把手這樣合起來 那我是不是有一條線 兩隻都斷掌 你命中是不是帶煞 以這種人像 不管是額頭文有斷 或者是說手上有斷的話 在一生當中 你一定要想盡辦法去 嘗試多一些人生的挫折 所以這感覺太順了 感覺 對 就是 因為你就像是一個 如果說你的環境太過於舒適 你是溫室裡的花朵的話 那你的下半身你就沒救了 不要怕挫折啦 來 阿姊幫你抹一下 我願不必 對 我跟你挫折 來 請你家 你我很快 是... 剛剛只是玄機衣而已 來 我們來看看 奪玄機 來 玄機2 另一半有這些紋路 最愛逼... 逼鬼...逼鬼逼鬼 逼鬼逼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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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錯著了 錯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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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適 那就是很大的錯著 對 沒有錯 其實真的另外一半 其實你嫁的時候 其實最擔心的就是這個 針對男性的朋友 那我分成三大類 就是第一個 在感情上面 會容易作怪的 我們要看哪邊呢 要看余尾文 如果說余尾文 又長又亂 注意啊 要多情又浪漫 在言尾這裡 面相叫做尖門 這個尖門它主管了一個 男女的關係 一個人的生理的需求 是 那是看這邊 那以這邊如果說太過於紋路 太過於亂的話 其實第一個在對於異性的話 它比較不好拒絕 它不好意思拒絕 沒有辦法去拒絕誘惑 再第二個 它本身的心態上面 它喜歡嘗鮮 所以 所以在外面就會亂 對 所以在外面的話 這個是容易多情 喜歡這個男女之歡 那所以在你說夫妻生活上面 就會追求很多新的花招 但是如果說當她發現 我的太太沒有辦法滿足我的時候 她就會開始向外求 NO哥呢 NO哥有嗎 只是好擔心 我想回去看一下 你印象中 我印象中是不是有 好像有 好像有耶 但她好像也是勾矣的那種 可是因為她很多紋 有... 她有... 這怎麼會突飛 怎麼會這樣 可是我跟妳說 她沒有槌喔 她沒有 她沒有 她是一條吧 對 其實NO哥的魚尾紋 不算是亂 亂的是什麼 比方說我這裡有十字紋 你感覺很多交叉 叉叉的這樣紋 她這個還算好 因為她還年輕 是 對啊 皮要崩的 是 所以NO哥的是 妳說NO哥嗎 就是有浪漫的對不對 對 她是追求浪漫的 神奇開運法 暗鬼人來相助 每一個生肖都有 專屬於自己的暗鬼人 我們就把我們手機的 螢幕保護程式 改成自己的生肖暗鬼人 我屬雞 我暗鬼人是龍 像手機一按的時候 這個光線就在引動這隻龍 達到一個開運的效果 節目最後還有 精美禮物大放鬆 她其實呢 在跟我交往的時候 我有感覺她是遊浪漫道 她都喜歡跟我玩那個尋寶遊戲 所以有一點 剛好我們的結婚紀念日 然後就 就先傳簡訊給我 她就說 妳等一下要進去房間的時候 妳先進去大廳 大廳走進去的時候呢 那右手邊呢 有一個大樹 那大樹裡面呢 妳就開始沿著它的那個花圃 開始繞一圈 然後我就穿著禮服 像瘋子一樣這樣繞了一大圈 裡面妳找得到 那個就是妳今晚的禮物 我真的就是很認真 在花圃一直翻你知道嗎 結果我就是在那個花圃 那個小圖裡面翻出了 一個小小的信封 香奈兒的信封 然後一打開呢 是信用卡的帳單 然後還有那個保證卡 就是她已經買了一個東西給妳了 那這個人非常奇怪 她雖然浪漫 但是她又務實 她必須要先讓妳知道 我這一個東西買了多少錢 裡面它就有指示 妳進去房間的時候呢 妳就要第一個 妳要先走到床鋪 床鋪如果找不到呢 然後第二個提示 第三個提示 最後一個提示 她把那一個黑色的盒子 放在浴室旁邊 那個馬桶的那個小空間裡面 然後一打開就是我很喜歡 我一直很想買很想買 的一個小包包 那時候結婚多久 兩年 兩年 妳現在結婚幾年 八年 所以妳現在也只有 最大的經濟就是人塞啊 有沒有 來個人塞 人塞 可是這樣子 其實說真的這種 女生真的可以接受 有重 有重啊 現在再來就是事業上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在事業上的話呢 那我們就看一個文路 非常重要 它代表的法令文 就是法令文 法令文 對 因為法令文呢 其實呢 在男人的臉上的話 他主管的 這叫號令文嘛 主管的事業 對 那可是大部分的法令文 都是一對 左右對稱 那現在呢 有一類族群的朋友 叫做那個斜槓人生 對 所以他白天一份工作 晚上一份工作 那有這個法令文 本身對失業性就很強 那特別是 就是如果你又出現雙法令文 或是三法令文的話 代表你對於白天的工作 你很認真 晚上的工作你也很付出 那一個人的時間 一天是固定的 對 那你花太多時間在工作上 自然而然 你陪伴家人 陪伴老婆的時間 就變少 然後增值就會多一點點 對 NO哥他的法令文 非常的明顯 那以法令文明顯的話 第一個 那就是事業性很強 是 第二個就是他非常注重 標準作業流程 特別是在事業這一塊 那特別是如果說 NO哥他決定好的事情 他不太喜歡 就是旁邊的人 擅自的去改變他 那可是呢 我也必須說 因為NO哥他的 後面這裡的餘尾紋 非常的明顯 這個 對 是 這一條餘尾紋很明顯 所以呢 NO哥他外表 或是說他對事業在要求 或是要求嚴謹的這個同時 你如果私底下 你跟NO哥 你動用一點小情趣 去逗他的話 因為NO哥他很注重這一方面 夫妻的情緒 他可能表面上 可能表面上他嘴巴拒絕你 可是在私底下 當你們兩個人 夫妻生活相處的時候 你能夠在這裡 運用一點小技巧 白天拒絕你的事情 晚上什麼都好 天啊 學到大招 你們有開運法寶嗎 其實像我覺得 我剛剛有提到 我過年很少 少年有夠多的多 你看你以前 你看 阿瑞那個國莊 那是什麼時候 就像你這樣子 現在完全是一個漂亮妹了 我告訴你 超美的 你看 很誇張 你這樣看很辛苦 對啊 很辛苦 我那時候碰到一個老師 他就說 你很多心事 你很不快樂 我想說 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心事 他說 可是你整個人看起來 氣色真的很不好 你這樣運不好 他說你真的要好好的 那個皮膚要保養一下 我跟你講 他那時候呢 一講 真的點到我 因為我從來真的是不保養的 後來從那天之後 我就覺得 我真的要好好的保養 可是很妙喔 自從我開始就是 把自己 就注重自己 每天是不是 皮膚有沒有亮亮的啊 水水的啊 至少化妝這樣 人家感覺還舒服 運就來了 真的 整個運就開了 所以我後來一直遇到 日本這個 那個蜂王乳凝露之後 我跟你講 他改變我的那個命運 一生 我今天有帶來 各位 就是這個 真的 我呢 其實呢 帶大家去看看好不好 好 你剛剛說什麼 真的是秒殺的那種 秒殺 我真的帶大家去看現場 是什麼狀況好不好 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文婉 相信大家對這裡 一定都不陌生 今天帶大家來這裡 最主要是要 公開我不會變老的秘密 現在就跟著我走 這個呢 就是俗稱的時光期 我跟妳講 之前寫婦女 進來變少女 婦女 少女 婦女 少女 婦女 少女 來啦 走 就過來 答案就在這裡 它是來自於日本的 蜂王乳凝露 到目前為止喔 它已經大賣到一千兩百萬瓶 最恐怖的是 你說賣 賣出去 有什麼了不起的 它的回購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 回頭客太多了 因為太好用了 來 大家看一下 文婉姐姐的皮膚 今年半百了 但是呢 使用過後 又Q 又彈 又緊緻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其他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呢 大家都知道 其實蜂王乳呢 是呢 女性保養的聖品 可以呢 讓妳的皮膚很鎮定 除此之外 它有 像是蜂王乳 膠原蛋白 還有玻尿酸 這些都是最好的保濕精華 看 它那其實呢 不會稀稀的 然後也不會呢 非常的厚重 然後黏膩 最主要的是呢 它非常的清透 它吸收非常非常的快 好 吸收很快 我現在輕輕的而已 你看 完全 完全吸收 最厲害的是 歐英萬六孝合一蜂王乳凝露呢 它可以取代妳所有的瓶瓶罐罐 讓妳一瓶呢 就可以搞定了喔 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的日本蜂王乳凝露 居然出了一個限定版本 剛才打聽到 它瘦完疾禽 因為數量有限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這個機會 好了 大家是不是常看 這是真的沒有跟大家說 一定要什麼 臉部開光之後 好運才會來喔 所以 今天我要知道幾關 讓我們回去休息 再會 謝謝文婉姐 還把禮物帶回來給我們了啦 是啊 我跟你說 這個女生好用 男生其實也是可以用的 對 然後呢 我平常我怎麼用 我先跟大家說 像一般呢 我如果一整天帶妝 然後呢 睡前呢 其實卸完妝 是不是覺得很乾的 我們整天都洗一盆 敷臉啊 我跟你講 對 我就會呢 挖大概十塊硬幣的大小 大家不用怕說 太多了嗎 不會 你就把它厚敷 是 然後它其實很清透 不會有負擔感 也不會悶住 有那個悶悶的感覺 它其實你第二天起來 整個這樣 好彈喔 天氣 好水嫩喔 真的比你敷一般的面膜 好的一千萬倍 然後呢 一般白天的時候 我就呢 一塊錢 不是說你只有睡前可以用喔 你一整天都可以用 一般來說 白天會不會太陽很大這樣 會太太嗎 不會 你白天呢 我就是一塊錢的大小 然後一樣可以擦 隨時可以補充 所以它是真的就是 你白天晚上都可以用的 測試一下給它看 好 那我跟大家講 一般呢 如果呢 我們沒有保養會過 今天有擦粉底嗎 我今天完全素顏 完全素顏 妳好勇敢喔 對 我坐在它旁邊 然後 你皮膚怎麼那麼的白透 真的喔 這完全都是素顏的 對 我做整齊我多慚愧你知道嗎 不會 下次你就敷整臉 你下次來節目就是分量的 你要做都 我跟你講只要用就來得及 我跟你講 我現在測我這個手上 這個就是模擬呢 一般你沒有保養的話 它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給大家看 來 20 我的水分 就是我的濕度的狀況如何 來 大家看一下 20 那你知道嗎 紅燈你知道是多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一般 我們如果沒有保養的時候 就20 好 那我現在臉上都沒有擦任何東西 但是是平常有保養的臉 我們來看它的保濕是怎樣 好 這是平常的保濕喔 這平常耶 大家看 超多 45 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看得都好開心喔 45耶 沒有保養就是20 它亮紅燈 可是有保養 我們看看就是綠燈 可是現在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擦上去之後 我們再來測看看 你看看它的狀態怎麼樣 那現在呢 我就用大概一塊錢就可以了 我跟大家說 它呢其實呢 你看它的技型啊 它不是像一般的霜 很厚重 它推開的時候 它還會有水 會有一點水分的感覺 好 那我現在上我的臉 因為我整個臉是素顏的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推上去 然後我現在把它弄上去 那要按摩嗎 可以啊 你就覺得比較會往下掉的 然後包括蘋果肌啊 然後我們的衣物喔 法令紋 就可以按一下 可以帶過來 你看我其實還這麼多 對 一天天起就夠了 你就看你的狀態 但是不要省 你看這樣不化妝也好美喔 對啊 就是那種清爽型的感覺 以前我都不知道耶 以前都不知道 我真的也可以素顏 是 以前都覺得一定要偽妝 請你真的把自己的皮膚 的狀態保養好 它那個清透感覺出來 就OK了 那一般人講說 我們不是有講六孝合一的 這個所謂的 我們的蜂王乳凝露 對 它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先講六孝合一 大家有沒有 為什麼不是三孝 為什麼不是四孝 哪六孝 我真的要 哪六孝 你是不是要 然後呢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晚霜 就一堆 我跟大家講 全部都是 六孝合一 就是在這一罐裡面 就可以了 那它其實最厲害的是什麼 它有一個獨家技術 裡面呢 就是 它把裡面很棒的成分 像是呢 像 膠原蛋白還有玻尿酸 全部呢 鎖在這一顆 這麼小的微膠囊裡面 然後因為呢 它分子很小 所以可以很有效的 滲透到肌膚的角質層裡面 所有的成分喔 你想想看 40多種這麼好的 這麼棒的成分 都鎖在膠囊裡面 它可以直接滲透到 你的皮膚深層裡面 所以效果當然會很好啊 好 講完獨家衣對不對 它有另外一個獨家 很厲害 是一個日本專利的美容成分 在裡面 叫NaruScan 你說NaruScan 到底是 好像有聽沒有懂對不對 對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如果從台北 要出國去高雄 你騎機場嗎 不可能 要騎到當時 速度 車也很快 火車嗎 沒有嘛 當然要坐高鐵 所以其實呢 它因為裡面有NaruScan 這個專利的美容成分在裡面 它可以很有效的 把這麼多 很好 40幾種的這個美容成分 很徹底很快的速度 讓你生透到肌底整體 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它有 那神經吸安就是幫你鎖水 然後呢 幫你抗老 這個也很重要 最後 最後我覺得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的臉 好像麻糬這樣QQ的 彈彈的 然後透透的 透透的 水蜜桃 我跟你講裡面真的很厲害 它叫米萃取的精華 米耶 米喔 米萃取 對 這也是它獨家的秘方 在裡面 所以你看原來 它就是這麼多加在一起 然後這麼厲害 你看喔 剛剛我有講 我們來看看測試 對 剛剛是 那麼久了 對 這麼久我們再測一下 我自己 多少 58 天啊 太厲害了 真的耶 它真的非常快速耶 它比高鐵還要快耶 真的啊 很快耶 真的還夠高用了耶 是 我 大家記得嗎 沒有保養的皮膚就是20 打PP 很恐怖 有保養 我平常有在保養 已經是40幾了 45了 對 你看我剛剛馬上現場差 馬上提高 58 我跟你講它真的超厲害的 真的 所以馬上差 馬上就好命 你看現在多好命就好 可以啊 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為什麼人家會搶 是 就是有這樣 把自己弄得漂亮一點 運就馬上來了啊 剛剛啊 我們用我們的臉 就是亮了以後啊 所有的貴人都來了 旺也來了 可是啊 我們生活當中啊 其實跟你最貼切的東西 也可以幫你招來好運喔 是什麼東西咧 手機 手機 是 為什麼說可以利用手機 因為在病裡面 有句話叫做 簡單的講 好的刻印跟不好的刻印 一定要去引動它 要讓它動就對了 對 要讓它動 那我們生活中 動的東西有很多啊 那手機就是其中一個 好 怎麼用呢 因為每一個生肖 都有專屬於自己的 比方說屬老鼠的 它的暗貴人就是牛 屬牛的就是屬老鼠的 那同樣的像我剛剛 我屬雞 我暗貴人是龍 那屬龍的 它暗貴人就是雞 那當各位朋友你們都知道了之後 接下來這個動作就很重要 我們就把我們手機的螢幕保護程式 改成自己的生肖暗貴人 對 像以我的手機而言的話 那我的手機螢幕上面 它就有之後 我有放這個龍 我把這個 是這個意思喔 不是 不是說那個屬龍的朋友喔 不是屬龍的朋友 我也是這樣講耶 我也是這樣講 我想說好可愛喔 萬一是我屬羊的 然後找馬的 找一個男生 我準備要去找了 我先知道我剛剛想到 不是 不是 下一個 對 原來是這麼的 因為現在的圖片非常非常多 又好看 把它放到裡面去 比方說像我放龍 當我每一次這樣手機一按的時候 這個光線就在引動這隻龍 那這龍光線它是走直線的 那這光線從手機透出來是到哪裡 到我們人的眼睛裡面 自然而然就可以把這個龍的形象 跟它的能量帶到我們的身體裡 沒錯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就很自然而然我們達到一個看運的效果 而且很棒的是工作上 是什麼在聯絡 手機 手機 對啊 那個運都在聯絡 對 是 我一點問題 我一點問題 那那個圖案是圖騰 是一定要活生生的 還是漫畫的 還是有沒有個動畫的那種的 其實不管是傳統型的 或是Q版的都可以 都可以 甚至如果比方說 如果以NO哥 他打扮成米老鼠也可以 我一定要問這個問題 我有親戚 因為那個鼠嘛 它有分很多種 但是一定要有那個形體就對了 對 一定要有那個形體 是 但是我有換 但是運氣還是很不好 你是什麼 我屬狗 這是... 我是...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山豬 然後呢 你不是要你狗是兔子 那你是兔子啊 它這個長得很像兔子啊 賤兔有沒有 你真的很準耶 我跟妳講 這個是負能量 這不是正能量 看了想吐也不行 不行... 我覺得你有挫折 餓了可以了 這就是很大的挫折 對 我們剛剛在我們的臉部保養方面 我們就開運旺旺來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剛剛又在看到 手機也可以讓我們開運旺旺來 是 那吃的可以開運旺旺來嗎 來 其實我先介紹這一道的名稱好了 其實它叫蹄筋的番茄烏蛋 是 那聽到蹄筋就是很端有沒有 對 那種豬蹄筋啊 那或者是牛筋啊 都很有膠原蛋白的 還有一個是白木耳 也是膠原蛋白的 這個膠原蛋白很多 我們邊料理 然後邊介紹食材 是 好... 我們剛開始的料理呢 其實一開始 我們就是把蒜頭乾煸就可以了 乾煸呢 對 都不要放油 好像這樣子才是香的喔 我已經聞到了 有沒有 沒有 其實因為我們要去想 你之後的食材 像蹄筋有一點點油脂 然後我們也有放高湯 其實有一點油脂 也是有油 對 所以爆香的那個過程 如果你沒有很有把握有油下去 那你不好掌握 有時候會爆太過了 蒜頭會苦 對 就不好吃 沒錯... 好養生喔 這有一點點香味出來就可以 油油 對 OK 然後呢我們其他的食材 就可以慢慢的下了 這邊都很容易做的就是 高湯 對 高湯你用雞高湯啊 或者是大骨高湯都可以 就不用太多 對 然後像這個番茄 我很喜歡分享的料理是 你看完你會覺得 為什麼那麼簡單 容易做 容易做 你就會想跟著做 因為有時候 媽媽們買菜說真的很辛苦 為什麼 你知道一天 我們如果要上班的話 回去 到超市的時候已經 你知道來不及了怎麼辦 是 我們當然做最簡單的料理 是 然後這邊有角白筍 那角白筍跟我們的菱角 這個是我額外加進去的 是 你其他的食材 你平常都很容易可以買得到 而且是一年四季都有 角白筍跟菱角是要看季節的 對 是剛好我們現在這個季節 最好吃 所以我就把它加進來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斟酌 要加什麼樣的食材進去 這也是國性喔 沒錯 對 當季的是最好的嘛 是當季的 再來一個 白木耳 白木耳 一般我們通常都只煮甜的 對不對 對啊 這個很特別 我一直想問耶 這煮鞋的很奇怪 不會嗎 不會 很奇怪 它是有先用調理機打碎嗎 不是 來 我分享怎麼做 把它做成像這樣的膠質 對 因為很多人不會 然後就不會泡 你知道 其實你買新鮮的也可以 或者是你買乾燥的 把它泡開也可以 你就加大概把它淹過的水 放在電鍋裡面 蒸 用蒸的 其實它的膠質呢 不是你在那邊煮 就煮得出來 你要用燜的 電鍋呢 你要外鍋一杯水 然後蓋起來 蒸一次之後 等20分鐘 再來一杯 然後再一杯 再等20分鐘 其實讓它燜在裡面那個膠質 它才會釋放出來 你如果呢 你如果呢 你如果在那個瓦斯爐上 一直顧著火 你會把它水分煮乾 可是它膠質一直煮不出來 是 難怪喔 真的煮很久耶 原來電鍋這麼的好用 對 那這邊呢 我們提筋呢 你可以選擇那種外面有 幫你滷好的 好 那整個都是膠質的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今天都有膠原蛋白就對了 是 很重要 再來就是菱角 菱角 這樣是最後放的 那我們就讓它繪煮一下 讓它所有的食材 味道方位滾一下 對 我們來蓋一個蓋子 是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來聊一聊 大家很多人都喜歡吃角白筍 對 很喜歡吃菱角 可是重點是菱角有時候 我們去選的時候 加起來 那個口感就不一樣 微燒燒 對 我們要怎麼選角白筍 跟怎麼選菱角 好 我們先從角白筍開始 這邊有兩隻角白筍 然後看起來是不是這個 比較胖一點點 對 這個比較瘦瘦的 而且長得有點歪歪的 對不對 對 然後再來我們翻過來看這邊 它這邊是黃黃的 然後有點乾乾的 那這邊是比較白 對 很明顯對不對 然後你買的時候 你稍微用你的 它又硬硬 對 手指去稍微壓它一下 不能很用力 你會讓它受傷 所以你稍微出點力 覺得 它有很硬的那個 很紮實的手感 對 那你看喔 這一邊喔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它已經快裂開了 所以這個就會 很明顯的就是 我們要選這一邊的 那個角白筍 然後呢 很飽滿 這個角白筍就好吃 那角白筍 如果你有買到裡面 有黑黑的 有些人是不敢吃對不對 一點點... 事實上那個是很好的菌 那個是黑粉菌 我都不知道 都沒人知道喔 因為要丟掉了耶 那個不能丟掉 那個是對我們身體是好的 那個是可以吃的 是 只是因為長了這一個菌之後呢 通常那個角白筍的口感 會沒那麼脆而已 是 對 那但是還是可以吃 對 原來好東西 我們不要把它丟掉 對 原來就是點點點 那就是好的東西 好的菌 原來是菌耶 接下來是鈴角 鈴角是最難選的 其實你還是要稍微去捏它 鈴角呢 剛才那個美秀姐有講到 有一種桑桑 對 咬起來桑桑 沒有香味 對 然後有一種的是水分很多 對不對 對 那你可以挑選你自己喜歡的口感 有些人我不喜歡很乾 很鬆口的那種口感 你就水水的 你摸它軟軟的 大概就是偏向這一種口感 鬆鬆的口感 如果呢 你摸起來 是非常像這個很堅硬的 然後殼很堅硬的這一種的 它裡面就會比較乾燥 是那種很紮實的口感 像我自己我就很喜歡 這樣的口感 所以你可以這樣的去選擇 沒錯 好 我們已經滾了 你們有聞到香味嗎 有 還有 這個 提筋是香味出來的 很像A了 對 剛剛問說白木耳煮 鹹的會不會很奇怪 等一下不要搶著吃喔 吃 那我們就學到一 來… 我們現在下來就是把蛋 把它滑進去 超幸運美食 健康好命一起來 整個顏色就是看得很舒服 你在外面吃的滑蛋 是用太白粉去勾芡 是 但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最天然的 對 好漂亮光那個顏色 我告訴你 運氣就這樣咕嚕 就來了啦 算了啦 對 沒有錯 節目最後還有精美禮物 大放鬆 所以才叫那個滑蛋 對 沒錯 那個整個顏色就是看得很舒服 而且通常你在外面吃的滑蛋 是用太白粉去勾芡 是 但我們沒有 對 沒有 我們就是最天然的 對 然後一點點的綠色的青菜 深綠色的青菜 點綴一下 真的 好 然後大概等15秒 15秒 你這個時候你的蛋 不要馬上下去馬上攪拌 對 因為你馬上攪拌 它會有一點像蛋花 很像那個喝完酒之後那個 我們要的是像雲片一樣 你大概等15秒之後 再慢慢滑動 它那個蛋才會像雲片一樣 才有美感 對 我們都怕膠固定起來 對 我們就一直拉 不能... 一直拉一直拉 今天又學到了 一絲一絲的像雲有沒有 很漂亮 像藝術品一樣 對 好漂亮光那個顏色 OK 現在就來嘗試看看 太好了 吃了以後會好運耶 節目最後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 好漂亮光那個顏色 OK 現在就來嘗試看看 太好了 吃了以後會好運耶 是 所以我們的保養品你用了以後 也會有好運來 然後還有我們的那個手機螢幕 對 你也可以把好運給叫來 然後吃了這個以後 會好命 我跟妳說這吃下去之後 運氣這樣滑滑就來了 混了 對 沒有錯...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四位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記得幫我們Cue一下喔 我們有精美的小禮物要送給你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要吃囉 記得在家裡做做看喔 對 都會來吃喔 然後那個...很好吃 那個... 那個... 蓮藕 不是蓮藕 那個... 林角... 對 林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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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